俗话说万里长城万里长 你知道长城多长吗? 它的修筑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 互相防守 长城修筑达到高潮 二十多个诸侯国修建长城 如果把各朝代修筑长城加起来 可达十万公里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 历史留给中国明长城与秦汉时期 以及早期的少数长城 全国长城资源调查显示 明长城为8851.8千米 秦汉籍更早时期长城超过一万千米 总长度超2.1万千米 在过去两千多年里 长城是世界上修筑时间最长 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 其中明长城最具代表性 东起鸭路江畔辽宁虎山 西至麒连山东路甘肃嘉域关 贯穿中国多个省份 长城主体也主要以城墙 城堡 烽火台 关城 卫所等多种防御工事 组成一个完整的城体系 该工程体系 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控制 力求达到最佳的防御效果 除了指挥外 长城在修建时 也有很多巧妙之处 秦始皇修筑长城时期 总结出了经验 集阴地形 用显制色 至此 各朝代均按照之一原则进行 在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上 采用了就地取材 因材适用的原则 并创造了多种建造方法 如在沙漠中 采用红柳条与沙粒进行铺住 修建的长城不仅坚固耐用 而且不会受沙漠流沙影响 我国甘肃玉门关地区 现在还保存着这种长城的遗迹 中国国土面积广阔 万里长城虽长 但也有尽头 敌人如果长城中部攻不进去 可不可以选择从尽头绕道 其实这一点古人早就已经想到 被誉为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 是明长城的第一个关口 也是长城最东边的尽头 被誉为老龙头 老龙头位于秦皇岛 山海关区城南五公里处 这里是万里长城唯一一个山 海 关 乘于一体的军事防御体系 如今老龙头是国家四级景区 有无数老外与游客来参观 无疑不赞叹中国古人的聪明与智慧